哈喽各位兄弟姐妹们 详情父老们大家好 我是拉布牛 那么这期呢 带大家来看看这个 史上首量免费A车 被晶片提升后的性能啊 那么这辆车的话 叫做零双公报 然后这车诞生于 2018年的那个秋天 没发布之前呢 一听到零双公报呢 也是让人为之兴奋的 毕竟当时可是 打着首量免费A车的旗号 但是发布之后呢 这个性能也很免费 就让人有点失望了 那么现在有了芯片之后呢 这车提升了多少性能呢 我们来看看芯片图 那么根据芯片图上显示呢 这个车的提升还是挺多的 提升最大的 我认为就是这个小喷的 小喷时间提升了5% 小喷动力加了7 这个竞速跑起来呢 也是贼舒服 打蛋器动力加4 然后基础动力加3 对于这辆老A车 而且还是免费老A车来说呢 加的是有点少了 然后转向的话也是提升了一点啊 本来这个车呢 转向就挺差了 提升这个转向也是应该的 但是即使提升了转向后呢 还是有点不太够用呢 果然这个车提升还是看车来 像这个破晓者是以前的联赛车 所以呢 提升就大一点吧 然后这车的房货还加了80 挺有用的 不信我找个人试试看 这里还要啥亮 去吧你 小伙子惨当小白鼠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哦